那隨著科技的一個進步 我想地理資訊系統的一個建設完整 越來越普遍 所以實際上我們在空間資訊的瀏覽跟飛機上 都得到非常多的一個回饋 看到這麼多豐富的 詳細的 不管是影像式的資料 像樣式的資料 或者是數字構成模型 那我們在做地理資料分析的時候 也得到非常準確的這些成果 那它的精度也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慢慢的 所有的user 各個單位的使用者 對於地理資訊系統這些空間資訊 組織資料要求越來越多 也不是說要求越來越多 因為它本來就需要這些資料 才有辦法去做更精確的一個分析 跟決策資源應用 那實際上在國土地理資訊系統 建置的這二三十年當中 各個單位建置的這些資料 實際上在各個單位的應用裡面 也得到了非常多的好的這些回饋 那實際上我們在做資源決策 我想各個單位 不管你現在看到的 我們已公布總局的修財萬 它結合整個跨部門 各個機關的所有的這些資訊 在一個G1的平台裡面 也得到不管在防救災 都得到非常好的一個成果 也因此它更需要時效更新的空間資訊 以及資料更詳盡的屬性資料 那這也帶動了我們空間資訊產業 測量技術的一個方向發展 那當然 怎麼樣快速的建置這些資料 一直是我們傳統測量的人心中 它的一個願望 那測量技術我剛剛講 在這二三十年中發展非常快速 在我們的空間資料獲取傳統測量 來得檢舉這些資料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發現 時間上在資料的收集 在系統的建置上時間上 往往反不濟急 最少要半年六個月到八個月之間 你才有可能到系統的建置完成 但是你的急要段 你要做了即時分析 或者我們現在的防災 五十六都在現況 這一個禮拜甚至十天之內 你可能要有一個初步的成果 但是實際上你拿不到 這也是為什麼 整個空間資訊的發展 慢慢的到現在 已經成熟到 所謂的移動式測位系統 那移動式測位 主要有三大部分 一個就是載具部分 載具你可以 不要再用冷了 用冷去測 你在怎麼厲害 一組三個人一間 你頂多測三公頃 算是非常了不起 但是實際上 對我們的業主來講 他要求的 往往是數百公頃 就是上千公頃 所以我們載具部分 後來有人用 我們剛剛講的無人機 固定翼的飛機 車載 或者是船載 都可以 這是載具部分 那Sensor 它的發展 也越來越蓬勃發展 現在連數位相機 我們小型的 不是亮色性的 在我們無人機 都得到了非常多的一個成果 那或者大型陽色的 像我們的Altra Camera 或者是LIDAR 等等 這些Sensor 以及最重要的 目前的POSE系統 就是我們的定位 跟定向系統 可以很精確的知道 我攝影拍攝 瞬間這個點的位置 那再結合 影像幣幣的一些相關技術 所以我們 可以很快得到 這個區域 比方說這個是一個災區 這個災區的 這一個面積裡面 假如說是20公里 乘20公里 它可能在一個禮拜當中 你就可以得到 這個區域的 旁拍影像 正色影像 數字高層模型 都可以即時得到 那也是因為這樣 在我們POSE4D的發展 一個歷程裡面 我們從數千張的影像 整合成一張影像 這一張影像 是一個測區的全區影像 但是第一個階段 在還沒開始成熟之前 POSE4D 它可能是一張全測區的影像 後來有了4D的版本 有了3D的版本 到現在4D到MAP 都可以量測 進行地形圖的測位 那進度 可以達到分分級 這個在我們 今天的議程裡面 我們公司的專案經理 陳立如 會跟他 詳細的介紹 整個Pixel 4D MAP 它的一個詳細功能 那同時 我們邀請到 我剛剛介紹到了 這五位 專家學者 針對他的一個經驗分享 在這個議程裡面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那在中場 我們有一個查序的時間 也是因為 我們邀請到 這麼多好朋友 大家在使用Pixel 4D 當中 一定有一些問題 跨裡面之間 也許可以整合 那我們利用這個查序的時間 讓大家 一起來集資廣益 有可能 可以激發更多的創意 或一些整合合作 我們在這個查序時間 可以推翻 那 所有的問題 假如說 在演講者 還有時間的當中 我會讓大家即時提問 那假如說時間 不允許的狀況當下 我們會在最後的QMA裡面 做一個問題的回覆 跟大家做一個研討 那大家有任何意見 在這個機會 也可以踴躍的提出 剛好今天 除了我講的這五位專家學者之外 我們在UAV 很多硬體廠商 輪體廠商 整個系統 資訊系統的整個建置 在這個會場裡面 都有相關的 這些專家站 那我們可以藉由這個QMA 大家可以得到更多的 問題的一個回饋 另外呢 我們最後 有一個一碼當先的一個抽獎活動 那一碼當先的抽獎活動 我們針對我們公司的VIP客戶 也就是現有這些使用者 我們提供一套最新版的 最新的iPad mini 2 最新的讓大家來做抽獎 那至於更多好朋友部分 我們也提供了五個星巴克的隨行卡 他已經儲值了一千塊在裡面 讓大家 再怎麼忙 都要跟大家推一支咖啡 那以上是我大概簡短的一個介紹 那接下來 我想請我們公司專案經理 陳利盧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BiXO 4D Mapper 他的新版本的這些功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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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群力科技的陳立如 然後Lisa 就是如果大家之後對PIX4DMapper就是有相關的問題的話 都可以寫信到我們Support的信箱 就是公司都會儘快的替大家做處理 或是有任何就是軟體使用上的疑問 或使用之前有任何疑問我們都接受這樣的問題 我們會很快的做處理 那現在呢今天我們要介紹就是一個PIX4DMapper 就是之前呢它其實是專門處理UAV影像 然後做一些就是二維三維的建構 那現在呢就是它多了一些三維的編修跟一些上台建構 那我們現在就是這個簡報大綱呢就是 之前呢我們先做了一個今天與會人數的一個大率的統計 那現在看起來可能會有點變動 但是我們不意外就是我們通常UAV因為機動性很高 所以我們應用於災害應變啦 還有一些生態環境的地理分析之類的 都有相當多的就是使用者 那測繪制圖這部分呢其實早期大家是不相信UAV可以做測圖用的 那之後呢我們在這個簡報裡面 我們會提出就是這樣的一個新的模組 它要如何應用在這個測繪制圖 然後對於我們這樣的成果呢我們也提出了一些就是相當的證明 那當然之後使用者就是他們有提出更詳細的精度證明 更專業的應用分析 那這個簡報呢我們首先就會介紹我們這個軟體的大約說明 就是PixDMatter這個現在就有名 然後之後呢就是會有這個針對新的模組 就是Ray Cloud就是我們又說光語這個編輯模組呢做一個就是 因為這個是新的模組嘛 所以我們這個介面呢可以做一個概覽 那如果會後呢大家對這個模組有興趣 或者是一些近景測量要如何給這個比例值 我們會後會準備一個像這樣的專案 然後等到整個應成結束之後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或者是之後如果有任何優惠也可以開電話 我顯示沒有過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會有一些相關的 像剛剛提到的比如說防救災啦或者是土命件啦 或者是等等地質地物的分析 這樣子的應用範例做一個簡單的瀏覽 那詳細的分析當然就是我們還是會教給我們使用者做專業的說明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就是問題跟討論 那首先呢我們就現在在乘很多使用者 或者是有聽過我們相關的一個說明都知道 就是我們這個軟體呢之前其實叫Pix for UAB 所以它其實是針對UAB的影像做熟名 那後來呢我們經過今年1月中左右做了一個版本的一些更動 就尤其是加了這個新的模組 它做了一個更名叫做Pix CD Mapper 其實這個就表示就是我們在這方面就是 我們希望不只是可以處理UAB的影像 我們也可以做地面影像或者是一些近景測量 能夠達到相當精度的分析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可以針對原有已經有的功能 再做一些三維的精進跟編修 然後做一些更進階的測圖啦 相量的建構跟輸出 那這個改版呢這個軟體最主要就是 它支援沒有完全沒有GPS的航空攝影客量 就是你可以自己自家控制也就是可以做這樣子的 最後成果的產出 那之前這個版本呢是我們一定要至少有三個啦四個 就是可以平插的最低要件 它沒有辦法支援就是完全都沒有GPS的原始影像 那接下來就是它可以做近景攝影測量 那之前這個版本是沒有辦法 那現在這個版本匹配的功能跟演算法都更 就是效能更好然後能力也更強 再來就是很重要就是我們支援更多更多的感測器 那後面我們有整理就是詳細多了哪些感測器 比方說魚眼啦或一些特殊的鏡頭 然後再來就是它新增了一個特殊演算法 因為在UAD的拍攝啊它有時候航高比較低 那有些相符比較小的時候 有些物真其實很難辨認的時候 匹配上會有問題 所以這圓廠呢針對了一些小特徵點 但是是平坦地形 比方說農地啦或者是一些雪啦沙啦 還有一些進水的區域 我們都有就是可以選擇特殊演算法 讓它就是可以增加它匹配的效率 跟它匹配的成功率 那再來就是這個軟體呢就是改版之後 它多了三維編輯的功能 那這個軟體之前叫Pigs for UAV的時候它做什麼 就是簡單說就是我們把原式影像進去 然後經過匹配產生點雲之後 就是網核化成地形然後做震設糾正 然後再進行一些二維最後成果的編修 那其實我們之前在近一兩年來啊 使用這個軟體其實有達到相當多的人數 那其實原廠那邊統計就是我們昨天才確認過 就是在全球呢就是包括partner跟像這樣一般的使用者 總共已經有將近一千個人就是購買這個license 所以其實它的市價率是很高的 那在之前這個版本裡面其實就已經有很好的應用成果 比方說在地形的產製啊或是震設的編修裡面 那新改版呢就是整個大更名之後呢 它到底就是多了些什麼 最主要就是我們支援沒有GPS 除了一些演算法的更新跟效率的提升之外 像比方說效率來說啊就是以前 像我這個影片就是大概記憶體只有四句 在舊的版本裡面啊就是一般超過幾十張或上百張的影像 這個電腦是沒有辦法跑的 你就需要就是可能就是使用桌機 那現在這個新版本呢基本上在這個裡面就是 可能幾十張或是一百張以內的影像 這個就可以做處理了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就是支援這樣的近頂測量 這個範例呢稍後我們也可以在實際下面看到 或者是後面有就是三圍的一個小錄影給大家參考 那這個呢其實是在K5棒球場外面就是公車站前面就是有一個 像這樣子的立方體的石頭 然後我們就是用iPhone就是這樣拍一圈 那就做一個建模的動作 那所以現在新版本就支援近頂測量了 然後還有沒有GPS的任何層 就是地面可以拍我們都可以做 然後還有就是它可以就是產生不規則的三角網格 做一個物件的輸出 然後右邊這一片呢其實就是新增了一些不同的功能改善 比方說一個三圍點名的編輯 然後還有量測 大家就想說欸以前的使用者就知道 我們其實之前就有量測功能 那現在為什麼又在這邊提到量測功能 因為之前的量測功能是因為它有地形 它直接就在上面做一個比較粗略的一個量測 那其實呢就是有些使用者已經針對這個精度呢 做一個查核的動作 那現在我們想要知道就是 現在這樣的量測呢是可以核對原始影像 就是我們直接在原始影像創作邊收 比方說我這個五角點線卻就是點到那邊 就可以做一個更精確的點選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點線面跟體積 就是最後量測成果 還有我們數畫的成果呢做一個建構跟輸出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選的這些所有的東西 比方說選了一個點 它不但都是你量測的結果 而且這個數畫的點呢存在上面 就是它可以加進這個原本的評測 如果你知道這個點的作標的話 任何一個所有輸入的點或是節點 它都可以當作是一個控制點 然後做整個點名的一個重新評查 接下來呢這個我們現在這個新版本的大約功能是這些 然後大家可以發現就是 推體字呢是最主要就是有更頓的部分 那原本這個軟體使用上 其實它是這樣一系列操作 就是讓一般使用者都可以很容易的 就是做這樣子的使用 然後我們只要匯計影像啦建立個專案 然後它就可以就是偵測這個相機 那如果有相機律定就是這個結果呢 輸入當然會更好 那現在呢就是支援更多種相機嘛感測器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可以不用Geotag 就是完全不用輸入GPS坐標 然後坐標系統它會使用Local 如果有這個比例池的話 我們可以給它一個虛擬的坐標 就是給它這個比例池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是建構一個模式 然後光雲模組呢是現在最新的 就是除了左邊是先點雲 就是我們做譬如說匹配之後的平花啦 或是過濾這些處理之外 我們可以在初始化之後呢 加密前或加密後都可以進到這個光雲模組 在上面做塑化的動作 我們匯入點雲之後我們可以查 可能是這個點雲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因為之前可能會說 欸我配了這麼多點雲 但這點是不是正確的 我們都可以直接在影像上核對 然後呢再來就是一些塑化的編輯跟輸出 然後最後呢產生這個地形跟正設影像的時候 也可以就是做我們既有的功能 就是二維的這些正設美觀的整體化啦 就是這些修正 那再來就是我們進到這個新模組的部分 就是這個新模組叫ray cloud 就是這個光雲 它就主要呢就是像右邊這樣看到像這樣的介面 就是我們可以做一個三圍瀏覽 就是它的交繪光書 上面呢這個點其實就是相機拍攝的曝光點 然後就是這些屬性啊都是像JazzBrand 然後就是你可以